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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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报AI翻译棒官邦微博第一时间发起了互动活动 并抽奖送出签名掌 此等福利一发出粉丝们当然不能错过了 评论瞬间展开了了激烈的PK 其实在激发一众热情粉丝的评论 创作机网友广泛关注的同时 大家也都有一个疑问 杨超越只是玩个票 还是又要接新代言了呢 那么就先让我们来聊 解一下视频中杨超越之外的另一个主角 这个让杨超越爱不释手的翻译棒 正是此前凭借在京东 铁毛两大电商平台的优衣表现 拿下了7月全国线上翻译机产品销量冠军的小报翻译棒 在笔者看来 这款小报翻译棒 除了其设计简洁 时尚的外观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其与当下市场上的其他翻译类产品相比 所表现出的独特优势 在易用性方面 小报翻译棒与目前流行的双按键翻译产品不同 只设计了一个按键 语言选择以及翻译操作 都是通过这一个按键实现 在使用小报翻译棒时 只需要按住这一个按键 即可自动识别听 到了语言是中文还是外语 并进行自动双语互译 而不用反复切换按键 可谓简单至极 在便携性方面 小报翻译棒同样表现不俗 重量仅为45克 大小接近一只口红 可以轻松地放入口袋或者化妆包内 在实现用和便携的同时 小报翻译棒的耐用性 也让人眼前一亮 据官方资料显示 这款小报翻译棒 可以实现连续180天超长待机 是